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特勒已经有全盘计划 先取波兰 之后用三年时间巩固军力 再集法国 暂定1943年春天完成这个阶段 然后到英国再打苏联 不过战事的发展和他估计又出入 1939年9月1日 纳粹德军进兵波兰 两日之后 兴法相计向德国宣战 但他们并没有出兵攻打德国领土 只是加强边境的部署 虽然波兰人英勇横抗 但是军备落后 根本定不过纳粹德军 短短两个礼拜 波兰军队就被殲灭 只有华沙仍然富裕横抗 9月28日 华沙淪陷 举世震惊 见证德国第一场胜仗 波兰被瓜分 在西面 纳粹政府占领几日之后 推行元首制定的种族新秩序 希特勒要粉碎波兰这个国家 而德苏湖不侵犯条约的秘密条款 规定波兰东部 归苏军占领 占领部队作风残暴 25万波兰人被强制征召入红军 或者被迫做辅公 近50万人放逐到西伯尼亚勞改营 1940年春天 史特勒下令枪决 二万二千个波兰战夫 并且将他们的家人驱逐到哈萨特 但在西部战线 英法仍然按兵不动 两国军队一共有三百万人 由随着边界部署到北海 看着波兰被德苏瓜分 都不采取行动 与纳粹德军隔着西部边境 对视几个月 打一场假战争 1940年5月10日 纳粹德军开始进攻 实行希特勒一意孤行的计划 几个星期内 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盧森堡 最后是法国 在纳粹坦克展览之下 相计淪陷 1940年6月22日 刚刚在攻打苏联的一年之前 法国和德国签订停火协议 英国变成孤军作战 抵抗纳粹曼公 第二日 希特勒去到巴黎 巡视这个已经据为 几有的城市 他在花都已经秒无人迹的街道 究竟在想什么呢 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可以这么快打赢仗 他在欧洲大陆截截胜利 但是整个军事行动 并非毫无瑕疵 他的预测和计算 往往犯错 每次都是惊险地过关 只是因为对手胆小怕事 而遭到他的胜利 但是当时的希特勒 早已经被胜利充分头脑 念像圣章令他狂妄自大 他始终想着的是 那片俄罗斯大草原 希特勒这个时候 已经无权拆掌 他对各部门主管说 我是史上最伟大的德国人 他肯定自己可以奪回失落的东方领土 完成一二万人祖先 和神圣德国皇帝未完成的功绩 纳粹党卫队的种族及移民部门 已经准备佔领由苏联手上 抢回来的土地 东部战线的计划是扩张领土 占领乌克兰 白俄罗斯和苏联 再实施已经在波兰推行的政策 这次不单只是占领 还要大举殖民 所有斯拉夫人和犹太人 都要灭绝或赶到乌拉山麦尔东 再迁徒德国人来这里 等农民做殖民的奴隶 等农民做殖民的奴隶 在希特勒妄想瓦解苏联的同时 德国已经准备好随时进攻